各位微信神社及各位死亡三知识 最近以来 年轻夫妇的离婚率特别高 原来恋爱的时候感情好的很 好了十几年 一旦结婚了 开始吵架 找不出原因 所以有好多信众大德 就会来求助于亡产老祖 我常常到 信众家里 可以看一看 做妈妈都 要我说你帮我看一下 儿子与新娘的房间 我一进去看了 门进去了 装房设计书 就把他按一个镜子在门口 门一进去 就看到镜子 那就是是非啊 你这个装房设计人的害死人 一点都不懂 设计 自称师 设计公司 设计师 也不懂得一大堆 连自己也都设计错了 弄成自己离婚的也那么多 所以周围都乱起来嘛 罪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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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所以镜子 不要随便摆 床头 床前 不要排镜子 入卧室的入门 入口 比如这张图 你这里 卧室房间 房间 镜子在这 进门就看到镜子 这个就是口熟之灾 宿惠之灾 这个例子 十家九家 都会有问题 家里吵吵闹闹的 吵不完的太多了 人都有尊严 并不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有一股力量 造成心里都烦 造成心里讲话 口不遮言 原来很流是羊的 为什么 一结婚 媳妇起进来 怎么那么会吵 做爸爸妈妈 就怪媳妇 你怎么会怪媳妇 怪你的 没有智慧啊 而且房间里面 你的 所有的 全部的墙壁 粉刷 粉红色的 床单也粉红色 窗帘的粉红色 都罗曼蒂克 那是离婚的 致命伤 所以静止 那就把它换个地方 把它拆掉 换别的方向 像这个呢 你门进来 你把它移到这边来的 像出去就可以了嘛 不要像过来 把镜子移过来 移过来 移到这边来就好了 那就没有事了 所以这个历史 我们要懂的风水学 不管你是什么 大官 厚雅郎 哎呀 抵不够环境的灵气 眼睛 耳朵 鼻子 手头 所感触到的 就是影响到你的脑海 进入新田 然后两句话 就 口不周延的 发生吵架 吵到最后 一不做 二不休 干脆就离婚好了 离婚之后 还是莫名其妙 可怜的是谁 就是家里的孩子 家里的父母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 装潢设计师们 大家要小心 要学道 才不会伤人物极的功德 祝福各位